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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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里还有非常多有趣的跟动静物有关的小秘密 那我要帮你们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叫做复制达人 第一课复制小达人 我刚刚呢在这个森林中找到了一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自然物 我现在只给你们看五秒 五秒啊 里面有几样 里面有六样 六样五秒钟 记住他的样子去找到和他一样的自然物 可以吗 三二一 五四三二一 就盖上了 我还没看清 我们就行动了是吧 对 可以开始了 我记得有羽毛树枝 羽毛树枝 羽毛好像是灰色的对吧 这个好像很像 对吧 我记得是做这么长的一根树枝 这个有点像 这么粗吗 这个 这个是不是刚才有 是这个 是这个吧 是这个 这个像不像 现在我们只找了两个 三个 我们找三叶草吧 就是 叶子要爱心的那个 这么点呢 差不多 这更好一点 都行 不乱 这跟和老师那个差不多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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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好稀 哦 我们两队已经会合了 接下来就要到沈老师去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 怎么样 看我们收获满满 你们 都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 应该找到了 应该找到了 他 谁找到了呀 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啊 如果说只看物种的话呢 确实啊 男生非常棒 找到了 你看他们女生找到了两种 感觉形状蛮像的 形状很像 对不对 它这个有一种毛 你们来摸一下 感觉我们这个手感很像 对 对 那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树吗 是构树 是构树 有绒毛啊 它也有绒毛 看到没有 后面都是有绒毛的啊 嗯 我们来看看谁复制的比较多呀 好像打平了 我们两个 他们也是两个 对 还要在这儿的家屎 家屎在这儿 家屎在这儿 今天是走不出这片湿地了 接下来呢 我想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小鸟 因为我们公园夏天呢 鹿鸟其实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我们一起去出发 看看我们公园的鹿鸟朋友 好不好 走吧 咱们去找找这一群 湿地里的精灵 国家湿地公园里 除了多种多样的植物 它的鹿鸟园也是一大特色 那小小观察员们来到这儿呢 当然是不能少了 要去观鸟 那我们就趁热打铁 出发去鹿鸟园吧